好 各位线上的投资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是11月1号星期二的晚上9点21分 大家晚安 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台股落入冷宫 这个时候呢 只会需要什么 暖男来解冻了 真的还是冷宫了 希望大家信心慢慢回笼 好不好 那行情我来跟你做分析 好 怎样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 看到了看到了 好 就是台股落入冷宫需要暖男来解冻 那财报空窗期 现在接下来是财报空窗期 就是从11月中 财报公告之后呢 就是财报空窗期 那我今天要跟你预告这个复仇者联盟在起 究竟为什么你只要看我节目超过一年以上就会知道了 好不好 你要把握这个季节性的优势 那老师APP记得做下载 边做边学 好不好 一定要锁定节目 谢谢 本公司所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正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观众朋友请勿看节目更单操作 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谢谢大家的赞美 那这个线上投资朋友 我们今天给大家问股票 那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给大家问一档 那就用这档股票 来让大家稍微举例一下 你哪些股票上来可能 稍微调整一下会比较好 所以呢老朋友就记得啦 你要问股票的话就在聊天室 我已经打可开始提问了 那你就打询问中文 加四个数字股票代号 然后成本几元把它打上去 那我们会用AI的方式 去搜寻聊天室 我们在直播后段会抽奖一名 所以你想问股票的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做提问 那永悦在我们聊天室做 发言 我们就会怎样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互动的时间 有个互动时间 像这位网友 谢谢你的支持 好不好 好那我们就尽快来今天的录影 我要习惯把它消掉 好 那一开始要提醒大家 诈骗集团非常盛行 所以智琳老师不会在外面邀请你加我的LINE 请投资票特别注意一下 现在网路上的广告 只要分析师 什么教学的 那几乎叫你加LINE 就是诈骗集团居多 那老师不会在外面邀请你加我的LINE 那我也没有使用Telegram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透过LINE来问老师的话 你就下载我的APP 那这APP是 下载不用钱的 那这个地方有个智琳咨询的路径就是正确的智琳老师 所以你可以透过APP 来跟我们做询问 那我们的文章影片都会在上面 那给粉丝的一个服务呢 也会都在这个里面 邀请你 一定要下载APP 那跟大家预告一下下个礼拜一 下午两点半 老师这个自在必得的一个节目 两点半我们会有个直播的节目 那邀请粉丝记得要订阅开小铃铛 我们在两点半 再来跟大家见面 那246晚上8点半直播是 没有变的 好那我们来跟大家谈什么呢 来投资朋友 台股冷宫啊 今天上涨还是很冷 对不对 成交量还是很小 15000 1500多亿 所以这时候需要暖男 那智琳老师就是这个暖男 对不对 很多人都说 很暖 对不对 好啦投资朋友 那财报空窗期 我在今天要跟你强调 你要有信心 因为财报空窗期 股市都很容易涨 所以什么是财报空窗期 我会告诉你 然后什么是复仇者联盟 我来跟大家预告一下 按照去年的方式 选股的方式 我们来跟大家举例 你也可以从这方面去做一个思考 然后也跟大家讲一下联准会 很难紧缩了 很难紧缩了 然后再来 利空有顿化现象 那现在是不是在一个半信半疑当中的上涨 那老师已经跟大家预告什么 股市年底会拉高 那这个上涨目标 一定要看我的节目 然后你一定要下载我APP 我们是最重粉的分析师 最关心你的睡眠 对不对 有机会的时候也跟你讲 好那精选一档值球对决是什么呢 一定要锁定我今天节目 来投资票 我们来看一下行情 快速讲一下 重复的东西 我都快快讲了 来投资票 你要问股票 你就照我刚讲的方式 询问加四个数字 都可以在聊天室提问 好 那我们在周六 10月22号两周前的周六 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个货币转折点 就是美元呢 他爆出了什么 QE以来的一个最大量 好 那我们陆续来看一下 在 27号周四 我提到什么 台股严重落后 我预告美股上涨会继续 周四直播告诉你美股还是涨的 结果收盘是跌的 礼拜五台股也跌 我想大家会怀疑 对不对 那原因我在周六直播讲的 我也不重复了 有些人跟你讲什么PCE会影响这之类的 其实股市已经先反映了 所以结论你看到在周五的美股继续上涨 好那我在周六也是告诉投资朋友 美股会继续涨 昨天又震荡了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又怀疑了 对不对 那现在又继续涨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美股都过季限了 我们台股被塑嘎 被塑胶了 因为 外国月亮真的比就圆 大家现在都拥抱美元了 我都是去做国外的股票市场 好那我的节目告诉大家 重点是这些 转折点的分析 转折点的分析来头这边 在周六我告诉大家还会再涨 还会再涨 因为我们不是只看指数 我们要看一些细节的内容 看一些细节内容 那这个内容来看的话 美国股票市场的一个 12000档股票已经有35% Person以上 都已经站上 200天的移动平均线 就是站上年限以上 所以呢 标普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到现在来讲的话是在持续上涨 而且我看到这个即时盘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即时盘的部分 即时盘的部分 你有看到吗 他已经过了 上礼拜五的高点 而且在季线的这个位置 那你再去重复看一些东西就很像 所以这次美股呢 大概会涨到哪里 标普 第一个目标看哪里 那我认为是四字头 现在在3920点附近 我认为是四字头 这个数字是多少 你下载我APP 我会在APP里面讲 好所以呢 行情的重点 我不是只有讲技术分析 我是要告诉你 通膨 美元 联准会 这是现在全球 最关心的这三个 转折点的一个逻辑 那为什么在10月13号会见低点 所以观众朋友这些的东西都是重复的东西 我只是要跟你强调什么 10月26号上个星期三 我已经跟大家讲这句话 叫做什么 复制6月到8月的模式会涨到年底 会涨到年底 国际股市的逻辑没有变我们台股不要忘字肥薄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我在上礼拜三的APP就发 发送出去我周四也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 关于联准会的利率路径 其实股市他先反应 所以你想想看了我说6月到8月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6月到8月怎么涨 6月16号见低点然后往上涨然后到季线 现在是到季线 是不是续涨 接下几天有没有可能震荡有可能 但是后面可能还是会有一段 还是会有一段 因为我已经告诉大家复制6月到8月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有很多的巧合 很多的逻辑都是告诉我们11月份 他会非常的有利 所以今天的行情的部分表现上也是不错的 那这中间我们经历过 多少的考验 对不对 你看到标普的部分在这个地方 10月20号的时候 当时利空非常多 那我怎么跟你追踪美元 我怎么告诉你利空的反应非常的顿化 他只有测个月线 都收缴 当时有很多的利空 你去看一下当时的节目 所以一定要下来我APP 我真的是最关心投资人的分析师 在这个 礼拜五晚上了 对不对 那美股稍微在震荡的时候 我 发了这个文章告诉大家 对不对 我发的时间点在这里 然后美股其实就是从那天开始 往上攻的 当时的标普还在3752 对不对 所以经过什么利空呢 我当天发的内容就是这个 我说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利空测试 升息悲观的预期 债券值利率的飙升 中国要撤侨说 俄罗斯要丢核弹 然后景气衰退 对不对 但是 为什么利空顿化 利空测试美股这个地方月均线 他还是守住 然后翻红 美元的部分 我告诉大家 这是全球最关心的 美元只要下来 就会对股市有利 所以你可以去追踪一下 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到 标普的部分 这里告诉你利空不断 但是 很抗跌 顿化了 涨上去突破颈线续涨 来到下弯的季线 大家会担心 但是投资朋友 这一次稍微不太一样 因为有一个东西叫做季节性的优势 那美元的部分 你看到他现在在走这个下降轨道 我说从去年9月到现在美元几乎没有一次出现什么 没有过高破前低的形态 叫做M头的形态 短暂团 谈个两三天 对不对 今天很给我面子 因为我要直播美元就跌了 美元就跌回来 为什么会跌 可是他现在就是进入一个调整 那会不会真的他就整个就是见高点了 我暂时不敢保证 但是从联准会跟通膨的逻辑 他就是告诉我们 9月份这个地方是 高点的几率非常的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段时间的股市的修正 10月份的股灾 你如果知道我跟你讲的这个9月份的逻辑的话 我相信你有机会可以撑下去 对不对 不会砍在低档 对不对 所以标普接下来的目标看哪里 我认为是四字头 哪个地方我会在文章写 因为我今天就没有空 我还没有空写文章 3900多我认为会到四字头 一个基本的技术分析 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看法还是会续涨的 但是你不用急的去做 因为会卡在一个联准会的一个会议 有可能会震荡 所以投资朋友 一定要下载app 在影片下方搜寻 点这个影片下方都有连结你可以去点选 或者是在你的手机安卓或苹果搜寻陈志玲分析师下载app 注册是不用钱的 好那些这个礼拜的一个 这两个礼拜是个重点 我们有两关要过 一个是周四的利率决议 联准会的一个利率决策 那我认为这次的利率决策 这个深山马应该是肯定的 那有没有什么意外我不知道 但是我后段会告诉你 这个QT的部分 资产负债表的一个缩减可能真的是 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礼拜是重头戏 11月10号 就是美国CPI公告 所以这些国际的逻辑你只要知道之后 这两关 过去之后 那如果你发现股市还是不跌的话 那就大概会印证我跟你讲的 会涨到1月份 会涨到1月份 所以同时讲这两关很重要 所以你这个地方有些 怕了股票 这几天谈上来 有些股票谈上来 你可以稍微减买一下 这个 公告之后 如果稍微震荡 或者是开始利多出境回档 你才有钱买 你才有钱买因为台股量不太够 我们在讲国际股市是有利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11月10号的这个通膨的东西你要不要担心 我认为你不需要担心因为我已经告诉大家 这个是潜藏力多 潜藏力多 来 为什么呢10月9号就告诉你的 因为数学的问题 年增率是今年除以去年 去年10月开始极其拉高 你要记得我是全台湾第一位跟你讲的 有人后来模仿我 那是谁 我就是告诉你他是我的粉丝吗 所以是我最早告诉你 包括今年4月份那时候会先建高 下湾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只要知道11月10号这个是利多 那11月3号这个东西包威尔讲什么 那看一下市场的反应 看一下市场的反应 好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通膨 除了我讲的数学问题 然后我也跟你分析的这个 通膨的细项 房屋租金权重比较高高达35到40% 这个是热腾腾的在11月13号周四的晚上直接CPI公告的时候我就直接跟你分析了 所以你要看最及时的节目不是去看新闻 新闻解读不一定是对的 好那我 那一天稍微晚一点直播就是在等这个资料对 所以房屋租金的部分已经看到在趋缓了 当地的房屋公司也告诉我们 其实房屋租金已经在跌了 然后呢房贷申请也在往下走 重点是可以参考的数据 像克里夫兰联储的 及时预测 10月份的这个资料已经看到下滑了 核心的部分已经看到下滑了 那就是告诉大家投资朋友我讲的这个数据 11月10号应该是利多 应该是利多 因为从细项看也是这样 从人家的预测也是这样 包括美国经济投资朋友 我告诉大家的这里面的内容也是告诉你 营件的部分 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 都是告诉你房屋会下来 然后呢 第三季GDP是成长 对不对 房屋销售的这个数字也是急 急剧的往下掉 所以从这边有房屋跟租金占通膨权重最高 所以这个就是我告诉你美股后面会继续涨的原因 通膨的部分你知道通膨是最大的问题跟源头 他会影响联准会的政策吗 周六我也跟你分享了吗就业成本指数也在下来 所以这一次是薪资的部分 包括房屋租金的部分其实都已经看到趋缓了 加上数学激起的问题 是很肯定告诉你 从 这个11月10号公告数据到隔年的1月2月份的通膨 你都会看到明显的下滑 明显的下滑 所以呢 这是美国的知名节目 吉姆克莱默 现在市场上 在涨这个预期 就是认为联储会 可能会放松加息 所以现在先涨 那我没有要投资票去追 我认为可能会震荡一下 因为先涨了 公告之后可能会震荡一下 然后震荡之后再来找买点 那这个 美联储的一个内容跟说法我们周四直播再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要告诉大家第四季还有机会涨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GDP的预估第四季 也是成长 这不是我自己乱写的 这个是美国亚特兰大联储的资料 他告诉你第四季还会成长 所以投资票 美国的经济数据看起来没有那么差 看起来没有那么差 所以我刚刚一直要跟你讲通膨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通膨是问题的源头 只要这个东西 下来了 联准会的紧缩跟QT的部分是不是就接近尾声 那以现在美国的经济的状况 短着陆的几率 还是很高的 虽然有些人告诉你不高但是我们从资料看起来 他是有这个机会的 是有这个机会那至少我是不是告诉投资朋友 现在变数那么多我没办法跟你讲到太远的东西 那我觉得现在的行情毕竟已经跌 跌过一大段了 所以我们先一记一记看 至少现在到明年第一期我觉得是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 操作的一个机会跟调整的机会 如果明年升息时间停比较长 那影响在明年会慢慢看到 所以至少这个地方不要杀敌我有帮助你 上来我们再来看怎么去调整跟减 去应对 然后要有些策略 好所以我的看法是没有变 那源头是这样 我已经看到 有曙光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会联动到升息的内容 所以22号的直播内容 我是不是告诉大家 12月份升两码几率已经突破5成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行情的重点就是看他会停在哪个地方吗 停在这个粉红色的地方对股市是比较利多 就是这一次联准会的一个 开会的内容 如果停在蓝色这个地方 那当然就是比较属于鹰派的但是现在市场已经预期这个了 所以就算是这一个 可能震荡一下 因为股市已经反映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最新的就是这礼拜的重要的事情就是联准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其实跟我跟你讲的这个 停留的地方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如果 如果 会议之后 联准会利率的终点是停在红色的这个地方 4.375到4.5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那就是大利多 股市可能就是会上去了 好那如果是在这个的话呢当然也是利多但是强度可能没那么强 在蓝色的话呢就会稍微就是是符合市场的预期但是可能就对经济比较不好 好所以观众朋友你就先知道一下我们接下来 看行情的重点就是联准会 他到底会把终点停在哪个地方然后要停多久 他对于通膨跟景气的看法 好那就是这一次联准会的一个 会议的内容的看点那我们在周四再来跟大家解读好不好 所以呢我认为联准会这一次会保持 跟9月份版本是一样 什么意思呢 2023年本来的终点就是在4.6 这个地方所以我认为会停在这个紫色线的这个地方 不是市场上预期的这么悲观的地方 所以观众朋友那我看法是这样 那我们再陆续来看一下联准会最后出来是怎么样 但是因为现在市场预期在这里吗 所以我认为就算是在这个地方 大概就是震荡一下 大概震荡一下 好那股市 我刚刚跟你讲的利率吗我也跟你讲了通膨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会看 这个利率的事情对于股市来讲的话反应已经过去了 因为在9月24号我先告诉你什么时候会落底 你参考跟6月份一样的东西 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如果来到联准会规划的利率的路径的话 那股市可能就会先反应 所以我当时是跟你预告当两年期公债如果来到4.375到4.6之间 股市会见低点 9月份我就告诉你投资朋友 那到10月20号我们是不是已经看到 两年期公债来到了4.6 但是很特别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 殖利率在涨 但是标普他已经回月均线 没错吧所以我才会发APP告诉你吗 10月21号礼拜五我是在发APP告诉你 公债殖利率在上去 但是他已经到了 联准会的版本 不管是10年期公债还是两年起公债都到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 你看一下 是不是到了之后低点早就出现了 然后呢 公债殖利率在涨的时候呢 美股已经开始 测一下月线就开始上去了 现在已经突破季限 所以这种危急的时刻你就需要 暖男来帮你 对不对我们就持续性的跟你讲 这些我看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我一路的跟你追踪都有符合都有符合所以这个地方行情不好 我就是告诉大家都有符合我的 条件 所以我请大家忍住 不要去看那些恐吓你的节目 对吧 所以投资朋友光这一段 虽然台股真的 补涨的力道不是很强但是一定会慢慢跟上 所以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坚持住好不好 那标普有季节性的优势所以你现在看到他已经突破季限了你刚才已经看到他突破上星期五高点 美元你也看到他稍微偏落下来 这个地方如果再下去的话那大概就蛮肯定 你看到为什么美元会先这样转落 为什么在九月份建高点 投资朋友这都是金融市场的逻辑 这告诉你通膨九月建高点 美元就是反映这个预期 美元现在下来 他就是跟你反映 因为公债殖利率到了 连准会升息的东西金融市场早就反映 所以聪明前早就开始把美元呢 开始慢慢去做一些获利调节的动作 所以这个地方才去 追美元的话 投资朋友我觉得 风险大于利润 我不是说他不会再涨了 是跟大家讲这里我认为空间真的不多了 好那美股的部分你也可以看到 今年8月6号我就告诉大家如果后面真的又再来破 6月份低点的话我是不是直接写这个告诉你 跌破6月6月份的低点我说也会反转 我从国外资料告诉你 为什么因为 现在是因为通膨吗 而且也比较像是1973年吗 对不对那1973年国外的这个 吉姆克莱默节目他帮你比对跟1973年的走法有点像 会谈一波对不对 是不是6月到8月有谈一波 然后是不是下来 下来之后投资朋友那是不是又站回去 然后我告诉你这里会是相对地大 1970年代跟2022年的这个通膨 情境是很像的 但是今年明明就比当时还要好 只是今年多了一些战争 多了对岸的一些什么清零政策的事情 好所以投资朋友 光通膨来讲的话这个是非常像的而且 跌破后反转这个都是我先 预期在这个地方所以就算破 我也不会因此要去看空 我也不会因此要去追杀 好投资朋友因为这个东西你很多东西去比对下就这样 那现在最新的 美国的这个 吉姆克莱默的节目 他又告诉你什么了 是不是又是我讲的东西 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他告诉你 图表显示市场在年底还有更多上涨的空间 不是都我讲的东西 他上次已经告诉你就是 类似这样的走法 对不对 那人家也这么看啊 为什么其实我很多的东西我都告诉你11月份到隔年1月 没有人在11月去做空的 投资朋友最基本的常识就是没有人在11月做空 因为要财报空窗期了 台股就是这样 所以 最艰难的10月份真的过去了 好不好那我们台股落后很多 你要有些信心 好不好 那你看一下美股为什么有这个本事 7月底我都告诉你融资余额减了这么多 这是8月份的资料 当时7月份讲 我说应该会减更多 9月份的资料10月20号跟你更新已经减三成 这一波行情下来也跌超过三成 美国跌超过三成 融资也减三成了 那这个状况投资朋友他怎么会没有条件涨 对不对 至少中息反弹吗 都是有这个机会所以在这个地方 不应该跟你喊 喊空的吗 我就跟你讲了吗 那你看台股也是一样啊 这到周六跟你更新的啊 你看这个框框里面东西 对不对 融资是不是一直在减少 维持率在这个地方有曾经看到135 上一次看到135是什么时候 我是告诉大家 股灾的时候 2020年3月份有看到一次 132的样子 2015年的股灾有看到132 2022年的时候 2020年的3月 新冠肺炎股灾有看到135 那这一次其实也看到135 但是这一次的 反转力道不强 原因是什么 因为外国月亮比就圆 我是不是举这个长龙的案例跟你讲 现在投资朋友都把钱换美金了 对不对 证券划波余额都 几乎都不太做了吗 买盘不足啊大家对台股没什么信心 又怕地缘政治所以 买盘不足的时候融资明明已经断到130了 对不对还在减少 然后我是告诉你他就在低档盘旋一段时间 但是当国际股市好转之后 我是告诉你他会像长龙一样他会走一个ABC的中期反弹 我们先看中期反弹 我没办法给你看太远 因为变数太大了我说至少涨到 隔年的一月份 我觉得有这个机会 那你把握这个段时间的操作 有没有机会多赚一些钱 然后有没有机会少赔 有没有把一些股票做一些调整 那明年的事情我们明年再来 规划吗 对不对 很多东西是人为的搞不好所有因素都解除了 这个地方搞不好就是波段低点 走回升也不是没有机会的 完全取决于联准会好不好投资朋友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继续帮大家做追踪 所以这行情到现在你看懂了 那到现在呢 这个到昨天晚上的融资你有看到吗 还在减少 那是不是跟长龙这一模一样还在减少 所以台股现在是冷宫啊 好冷啊 对不对 大家都不要了 内资也都一直在卖一直在卖了外资其实买一下又卖一下对不对 所以这个投资人的行为 你要想一下 都跌5坡了 都跌5坡了才要看空 对吧 因为这段有受伤吗 那我想这段我有提醒大家减码 避开一些风险 虽然比我预期弱一点我认为不会破 我认为不会破这里 他破了 那这段时间也有人真的是因为国安基金的事情进来 所以这段为什么跌比都重 因为失望性的卖牙 但投资票其实真的也没有那么差 也没有那么差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稍微点谢谢都跌5坡了 跌5坡 你学过技术分析也知道 至少会有个ABC吗 那也可能是一个修正 结束了 从技术面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是很奇怪 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才有九成人认为未来半年都不能投资股票 所以现在量是这样 是不是打入冷宫 国外的投资人也非常看空 这个到10月20号跟你讲当时看空的调查都超过 55%以上 对不对 是不是都非常看空 然后呢 看空了把股票卖光光 留现金 基金经理人也都持有现金部位 打21年新高 对不对 超盘人都解码股票都囤现金啊 没错吧因为就很保守所以你看 大家都看坏 都卖一卖但是股市 震荡一下就是 在往上涨 除了我们内支是这样你看一下外支 外支今天卖了10亿元 我们看统治一全食股大概卖了21亿 还是在卖啊 所以没有人看好台股啊 散户也卖啊外支也卖对外支卖是因为汇率的关系 但是如果美元一直弱的话台幣 没有办法这样子 那指标就是看日元了所以现在的一个盘中的一个 这个 我们看一下 盘中的这个美元 跌了0.5左右 对吧所以后面我们就观察几天 如果现在日元 盘中的话我刚看到好像涨1%左右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 日元就很关键因为日元他接下来的这个技术面他往下扣低点 这个地方如果止住的话他有机会像英镑一样 他就会有机会像英镑一样 就会像这样子 好那如果日元强的话台币的贬值压力就会趋缓 好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外支卖有他的原因在但是我们认为真的卖过头了 那为什么美股会比较强 这个我想我讲过了 10月20号一样在当时跟你讲 空单已经开始赔钱 3650点上以上的这个标普 其实空单已经 五分之一在赔钱涨到3700以上就是一半的在亏钱 这是外商银行的调查所以你看我当天节目 我是不是告诉大家 外资银行说 是不是 嘎空手嘎空单 所以到周六是不是要3900 现在也在3900以上 所以投资票就是筹码面 在这个季节性里面 所以有些嘎空的状况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一些事情 投资票很担心的事情是因为 对于前景很悲观吗 就像英特尔发布了财报之后要考虑财源 大家认为接下来会有很多这种事情 虽很看虽 但是你看到英特尔他这些消息出来之后反而是上涨 这周六告诉你的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因为股市他会反映在前面 这些科技类股告诉你财报不好 但是上礼拜五的纳斯达克是一根中长 这就是我 跟你强调的利空顿化的现象 为什么呢都是没有 因为 股市都是反映在前面的逻辑 股价会先走 会先见到低点开始 可能不管是反弹也好或反转也好 后面开始看到数字不好 但是股价可能震一下就往上震一下往上代表 最坏的状况 股市已经提前反应完了 八花经济景气也是一样 所以这都是一个基本的逻辑 你再看一些我在举一些案例给你看 新任的上网上海市的一个 这个 书记 对不对 听说他是这个习大大的接班人 叫做 陈什么 陈吉宁 对不对 实施这个清零政策 迪士尼又关闭 那这看起来是不好的消息对不对 那你看今天香港恒生指数大涨 今天的上震50也大涨 这已经是跌很深 投资表 而且这最后这一段的下跌是超过45度角的下跌 股市通常最后的恐慌性下跌都是这种角度 那这种角度的时候如果出现坏消息 但是股价是 反应是不太跌的话 投资表这种都是很容易接近 低点的一个讯号 很容易接近低点的讯号 所以你看到 香港跟中国 大陆的股市 也是有这种现象 那我们看一下台湾 台积电这两天是不是又利空很多 说什么产能爆降 对不对 3奈米月产能怎么样又被下修 从4.4万片下修到1万片 然后说砍供应链的订单砍5成 对不对这是昨天晚上跟今天的消息 那你看今天台积电 其实相对上很抗跌 在平盘附近震荡 然后往上涨 最后一盘应该是政府的点火 现在5日线跟10日线都站上去了 都站上去了 红海不是说郑州厂有什么利空吗 对不对 今天只有跌不到1% 股价在净值附近了 这就是价值的保护 所以透过这个国内我们有这个状况 香港跟中国股市有这个状况 看一下联发科 因为我们现在行情要指纹就要看这三档 这三档是最基本的吗 联发科你可特别注意一下周六告诉你什么 法说会之后他还告诉你他配的鼓励没有编 对不对他把一些东西该讲都讲出来 我也告诉你他的一个 这个IC设计的晶片他还赢苹果的M1晶片 所以投资表联发科法说会的内容 透露些什么 他说的客户的库他的客户端的库存 已经回到正常水准 他现在已经告诉你已经回到正常水准 但是下单没什么信心 客户拉货没有什么信心 库存已经回到正常水准 所以是不是告诉你 最差状况过去的 而且联发科今天最新的新闻他还不排除跟随 台积电涨价 他还能涨价 有竞争力才能够涨价不是吗 所以他是不是最差状况过去的 所以我们在看股市都是看这个 如果跌很大一段的时候我们都要看 是不是最坏状况发生了 那联发科已经跟你讲就是这样了吗 所以你看到联发科昨天是带量的上涨 这个成交量其实是蛮大的 这个带量代表有人进货 有人开始进场去买 那今天也是跟随的行情 还是上涨 虽然涨不多 但是这里已经有开始出量的现象 那联发科是IC设计的龙头 他现在的短期均线都站上都翻扬 那如果联发科有机会直吻 红海在静止附近 那如果台积电也真的稳定回到 400块以上的话 那你认为投资朋友 那这个地方台股的部分 有没有机会走我讲的11月到1月份 行行是有利的 对不对 联发科我在2月份是有提醒你卖的 1100块这里 对不对 所以该卖的地方跟你讲 现在我已经告诉大家直接跟你预告 联发科最坏状况过去 600块这附近的联发科 如果中长期投资来讲你可以考虑 你就可以做一些考虑 那如果联发科直吻 其他IC设计就会跟着有机会 开始出现一些不错的反弹 所以是不是也印证我给你讲的11月份到1月份行情会不错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不该杀的地方10月份是不该杀的地方 对吧 电子股 2月底我告诉你第2季我看保守 因为电子股看保守所以我跟你讲大盘不会好 因为台湾有超过55%都是电子 电子股不会好大盘就不会好 所以我跟大家讲资金用5成就好 所以我是有提醒你资金控管 的节目对不对 6月7号关键的解码我有提醒你 在这个地方 所以投资朋友一定要订阅我频道包括8月13号 美股见到转折点我告诉你情绪过热 我跟你讲的时候在这一天的假日 对不对礼拜一礼拜二都还有继续创新高 你都有时间卖 海股 8月13号在这里 所以是不是建议大家这里要去做解码 你拉回才有钱买 当时告诉你情绪偏乐观吗8月13号 然后呢有粉丝在问 说老师你说这个美股会继续涨 不用看这个贪婪 恐惧贪婪指数了吗 老师你之前都说这恐惧贪婪指数啊对不对 现在来到这个贪婪的地方会担心吗对不对 这很正常 好投资朋友 股票市场不是只有看了一个东西 就决定说他怎么样他怎么样 他难会担心我了解 所以我是跟他讲我没有要你追啊 对吧 现在会强势是因为有嘎空的因素 而且你要多看一些东西 我周六告诉你的我们要看的是股票的内容 股票内容那有没有机会继续抢下去 站上去30 站上去年限的股票超过30%以上 这个行情就是称作为持稳 如果突破50就会更强 8月中那次很可惜没有突破50 2021年那时候2020年的那个行情的反转上去就是有先突破50 后面就再走一段 所以从这边有这个地方我们当然会去继续观察他但是我在 周六跟你讲分享一个东西吗 你看大盘有破6月份的低点但是 统计美股的股票 对不对 站上去年限的股票在 9月份的这一波的拉回他没有破6月16号的前提 这就是一个背离的讯号 对这次的涨势 如果我刚刚那些分析的一个不管通膨 联准会 这些东西 如果是肯定的加上如果在周四 这周明天晚上联主会所讲的东西 如果是正面的话 那我认为这种没破T在网上冲会比较强 会比较强 那搭配季节性的因素所以同时有这个地方无论如何都不是去看坏的 会贪 贪然你会担心是正常的但是震荡你找机会就好了我没有要大家追股票 我只跟大家讲我认为到1月份会继续涨 那你看 美股的低点10月13号当天大跌破低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利空出境 因为我关心的美元 我关心的东西都都是有符合我的条件对不对 那这一波转折点你看10月15号周六我告诉大家 美股又跌回来 这种k 线都是主底跟触底的讯号对吧 是不是这里 10月13号跟你讲的 会见低点利空出境啊是不是真的出现人家讲的大奇迹 隔天跌回来你会担心我告诉大家这种k 线 是主底跟触底的 讯号所以就从这个地方 对不对见低点一路往上 然后到现在 已经过高然后又突破季限了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这包括美元的东西 也是告诉你喷出了 9月底喷出会结束 9月24号的内容 大家现在新闻媒体还是在告诉你 因为要升息所以美元会继续涨 其实你仅仅在9月份看到高点了不是吗 对不对 因为都是在过去就是升息之前就会先见高点了吗 对不对 技术面的满足点也到了吗 然后呢又爆出无限QE 这里是2020年股灾的时候新冠股灾的时候无限QE的地方 这个量都已经比当时无限QE还要大了 投资朋友那 你学过技术面都知道啊高档报道量就是结束了吗 所以投资朋友从这些各个迹象拼图我帮你拼凑起来 就是告诉大家美元会再下去 美元下去就代表印证我讲的通膨 联准会的利率入境那些都是验证 而且已经反映到4.6了 投资朋友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是什么时候叫你换美元的 2021年9月4号我有拿证据给你看 我跟你讲我自己也有换 对不对然后美元我到现在我也没有卖 我把它放到一个退休的商品去 所以到现在你可以看得到 这里喷出告诉你要结束 这里10月13号跟你分析还符合我的条件 然后这里开始爆大量下来 电路 所以投资朋友 只要美元落下来 这个中期反弹你可以期待 而且他一下来很多事情会 就会慢慢的淡化跟解决 那股灾很有可能就是主体 就结束了 可能低点就是10月13号 如果乐观一点是这样 好所以投资好这些东西是我跟你讲的过程 所以呢这个目标在哪里 你可以下载我的app 你可以下载我的app 我在app里面的文章写 好所以这是跟大家分析的内容 来 那接下来我们进行我们的这个 互动的时间 欢迎投资朋友你都可以做留言 我们会像这样子 来跟大家 待会来问一下 问候一下 你要问股票 问什么问题 不要问股票 问股票 我们开放一档了 那你要问什么问题 我们待会来跟大家 这个互动 就像这样的方式互动 让老师工商一下 你就趁我在工商的时间下载我的app 然后呢新朋友记得帮我订阅 我的频道按赞跟分享 好吧 谢谢大家咯 那我们来这个 让老师工商一下 来新朋友记得订阅老师频道 手机打直这里叉叉点掉之后来帮我订阅频道开小铃铛 然后自家人帮我按赞跟分享影片 按赞跟分享影片 来9月14号你是老师的app的用户 一般的文章晚上 10点快11点的我告诉大家 美股的6月份低点会来挑战 所以我请会员解码 我也提醒大家不要追股票 隔天不要追股票 因为当时美股是反弹的 所以隔天提醒你不要追股票 而且我告诉大家要解码 所以如果你追高的话 你可能会追在14700点 那9月15号隔天 我是不是带会员卖股票 所以我都是先跟你讲 关键时刻提醒你 该解码的时候提醒你解码 那真的跌下来你就比就不会担心吗 对不对 以利店当时的卖出证据 东洋的一个获利出清的证据 当时节目都有讲 所以 一定要下来我app 如果你隔天没有追的话 你看 礼拜五就中错了 是帮你避开风险 礼拜一继续中错 所以在影片下方都有连结 欢迎你去下载 或在你的手机 下载app的地方去搜寻 陈志玲分析师 下载是不用钱的 下载之后呢 投资朋友你就把你的手机 行动电话号码打进去 按一下发送验证码 会发简讯给你 有四个验证码 你就把四个数字打进去 然后呢 把你的姓名打上去 然后你自己设定你要设定的密码 比如说 你的生日 那你就按个注册就完成了 重新登录 就是登录你的手机跟你的密码 就可以做使用了 那这个是没有花你钱的 那记得要开启通知 我们影音跟文章通知你就会收到 记得常使用app 不常用文章都没有去点的 那很有可能会被停权 停权就会像这样 那怎么解决呢 右下角有联络我们你点LINE 你点这个LINE 那告诉我们说你被停权了 那我们会帮你做恢复 这是电脑AI自动停权的 所以如果你不常用的话 会有这个问题 提醒你 要常常使用 好免费的用户呢 每一个礼拜 老师假日会发一个文章给你 假日会提供给你这个信用筹码 有疑虑的名单 那什么是信用筹码 我的互动教学我教 你可以来体验 你可以来了解什么是信用筹码 所以有问题的股票筹码没有问题 提醒你避开风险 每天盘前我会帮大家整理国内外的新闻 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有我的APP 大概你也不用买报纸 重点我都帮你整理好 那你就 浏览一下你想看 点进去 就可以看这个新闻 这是免费的服务 所以这三个是免费的 那LINE的部分这边 你也可以点一下把你的用户编号传过来 那我们做个登记一下 OK所以呢 左边这三个是不用钱的 右边这两个 五报导航跟互动教学 是我们的养成方案 那这方面我们有开放给用户 免费体验 你可以来体验 你可以来了解一下 自理老师 盘中我给你一些方向跟数据 那大概也是我带会员的方式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新的新手的互动教学 也在这个地方 那体验其道了如果你觉得老师不错 你资金也够你可以参加我的会员 那如果你是小资族 你也可以选择买我们的养成方案 来支持我 将来很多东西我都会放在五报里面 我都会放在五报里面 因为我直播时间会把它缩短 五报提供什么内容呢 就像这个样子 在APP的这个地方的五报你点进来 那大概在中午时间我会透过我的独家数据来跟你解盘 告诉你今天的一个数据的状况 卖压强不强 还是没有追加意愿 所以这是10月19号 我们都告诉投资朋友 当时这行情都是比较不适合追的 好 那这个地方有这个反转的一个讯号 我也告诉大家 对不对 然后这里也告诉大家 筹码面大概怎么样 这是五报的一个内容 好那五报用户一个礼拜呢 我们会给一个 信用筹码 加技术面 老师会帮大家精选几档股票 精选几档股票 就是在假日的时间点 因为以前我们是给这个信用筹码 这种 大概有四五十档股票 结果我们的用户说 老师你可会帮我们精简一下 那好吧 那我也是希望我的用户赚钱吗 好那我就从这份名单里面去帮大家精选几档 对不对 那当时是选了四档来向新胜利 新胜利到现在也是强势股 也是强势股 好那一个月会有一场的互动教学影音 大家想要了解这个信用筹码 那这是八月底的影音 因为已经下架了 那我已经重新上架了 所以你来填表体验的话 你也可以听到这一集 什么是信用筹码 好所以如果说你想体验我们养成方案的 就是五报导航跟互动教学的 在下载APP之后的中间这个位置 有个指示按钮你点进去 然后点这个我要申请 那会有个表单你写清楚 送出资料我们服务人员跟你联络之后呢 好那确认你有申请 那会帮你做开通的动作 所以邀请你 我可以来做一个免费的体验 好那上个月我们有一个 专属的课程 那这是付费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付费的养成用户 专属的课程 因为这里面有些knowhow 所以这个我就不是把他放在这个 互动教学影音里面 这次会教信用筹码的这个选股的逻辑 然后教导养成用户在手机里面 如何去设定一个指标 因为他会有价位 那你参考这个指标跟价位去做操作 那我有交 买点 我也交五个卖点 所以投资票 那这个 这个操作策略就是比较适合这个 技术从往往我们帮大家精选的一个操作模式 所以这次课程 我大概录了五十几分钟吧 这边你可以看得到吗 所以我是非常有诚意的 我不会说随随随便便就录一下 那我也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个月会有新的课程 我还在安排 那就是再来跟 订稿之后再跟大家预告 好不好 所以邀请你可以成为我们养成用户 跟着我们怎样 边做边学 好不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礼拜我们给什么股票 老师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告诉大家吗 精选一档 职球对决 对不对 我们这个 假日选股 把它称之为 林志胜 因为林志胜是我们台湾的全力打王 快要300 快要300轰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档股票是哪一档股票 你是老师APP用户 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这档股票我就选一档 这个礼拜就选一档 这档股票是3587的红康 来信用筹码资料在这里 在这里红康 其实到假日 符合这个信用筹码 跟一些条件的其实只有五档股票 有些现在表现也是不错 好那我就特别挑个一档就好 那这档股票红康呢 你可以看到证据在这里 这都没办法造假的 五报 10月30号下午 礼拜天的下午3点多 我发出去了 给用户的 就是3587的红康 就是这一张 如假包换 那就是红康 好那红康你看我礼拜天就选这么一档 对不对 那昨天的红康他 攻上涨停榜 而且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投资朋友 你会觉得很神奇 在选这档股票的时候 K线是涨得这么丑 你有看到吗 一根中长黑 在月线以下 在季线以下 你一定会想说 老师你为什么会选这档股票 对吧 投资朋友 那这个就是信用筹码 信用筹码再加上我们帮大家过滤 技术面的架构要有 你看的可能是 月线可能是季线我们不是这么看的 我们看的是他的一个 中长期的架构要是多头 那筹码有力 行情一恢复他就会有机会动 所以昨天 红康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好 那我今天呢 感谢我们的用户 上个月对我的支持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踊跃支持 所以呢 好的时机呢 老师就协助大家出击嘛 所以我在今天的五报又特别分享了一档 又符合信用筹码的股票 就一档 就一档而已 来信用筹码是不是符合 那我们现在特别会尽量帮大家挑 如果周线有符合的 周线的架构可以的 那这样选的话 我觉得胜率会帮你提高 对我总不可能去选一个希望你赔钱吗 对不对 我当然是选希望你赚钱 那你如果不懂了操作的你就不要去乱做 你就看看就好 你就验证就好了 上过课的这个用户 你就参考我的课程教的方式去做就好 好 投资朋友 所以呢 你就可以下载我的APP 将来也真的有机会的 我就在五报里面预告 那我原则上我会先尽量带会员做 简讯会员会尽量先做 OK 所以呢 一定要去下载我的APP 你想体验的 在手机的这里 点选 我要申请 就可以做体验了 OK 好工商结束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大家问什么 针建辉问钢铁有没有机会涨 钢铁的话呢 我们要 我觉得行情有机会就一定会有机会动 那不可能没有机会的 因为 第四季这个 电子股杂音还是比较多 那如果没有成交量的话 钢铁股 我或者是很多股票其实 不容易涨 但是钢铁股是跟着大盘一样 在七月份 其实他是比大盘强 那在七月份就已经先落底了 然后再走一个主底 没什么成交量的话 可能要稍微忍耐一下 要稍微忍耐一下 这是我钢铁股看法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第四季 台股没有量很弱 对不对 我说碰碰碰你真的太悲观了 对不对 赤身有机会吗 你可以来填表 你可以来填表 然后 掐明问的通过这个基建案是不是造成高通膨的原因之一 其实我认为不一定是这个一定会有关系 但是呢 他的这个通膨的关系是因为过去投资不足所造成的 就像现在的油价的部分 他们国内的油商都不愿意 多做增产 是投资不足的问题 来 这位 Rish 问 为什么美国升息美元强势有些国家为了 币值 竹扁要抛售美债 那抛售这个动作不太懂 能不能简单比喻说明一下 因为 你要 你要去竹扁的话 你是不是要在市场上卖美元 那卖美元的话 每个国家的外汇储备他不见得有那么多美元 就像你讲的应该是在讲日本吧 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者 那上个月 据说他已经有砸了大概几百亿 好去 竹扁 日元吗 那他如果要竹扁的话 他如果手上的美元不够的话他就必须要卖 国债 就卖美国国债卖美国国他才会有美元了 所以这是因为要卖美国国债的原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国债的部分会跌这么多 会跌这么多因为 各个国家有美元荒吗 最直接的就是卖美债 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个 这个想法 好 希望你乐观好不好 也没有要你乱追了 就是告诉大家真的落后太多了 我待会陆续讲 好所以互动到这里 互动到这里来 那如果你认同理念的邀请你可以加入老师的简讯会员 简讯会员我就只有两组会员普通跟特别 抠讯我带五档股票也内 然后看好了我会每个礼拜都会做投资名单 那这个投资名单是有给价位的 怎么买怎么卖 那大概超多的看法 然后停损我都会有做交代 那我们特别会员会有这个LINE的服务 所以我们会员的服务会放在会员专区里面会有投资名单 每个月每个礼拜会入会员已经告诉会员朋友行情跟 投资名单的一个操作的想法 好所以呢 这是一例店也是先准备投资名单的 也是先准备投资名单的 然后呢 这是在8月28号 所以呢 9月7号当时的盘中的数据条件可以 那我就带会员去做 加码动作 因为我们原先就有布局一笔 来到77块钱是我们设定的支撑区 然后盘中数据有利 那我们就去做进场 所以当时去加码 以利店 然后上来 我们跟大家讲的 然后到有初清的 9月中跟大家报告的 9月13号有减码 对不对 9月中初清的有拿过抠讯给大家的 车用了胡联 也是先准备投资名单的这8月份 8月20号节目就有公开了 买进的时间点是在9月8号 所以我们是先准备投资名单 不一定买因为我有无档股票 无档股票可能有些是套牢的有些要处理 所以有些有资金控档的时候我才会去买新的 所以9月8号买进也是因为 盘中数据可以 所以五报的用户其实也知道我们当时盘中就讲了 中秋节节前有卖压 但是呢 卖压已经相对轻了 然后有些强势股已经转强了 所以这个条件是可以买股票的 所以我们进场买 胡联 然后 9月13号当时获利了结的 所以我们的一个做法大概是这样 让大家知道一下 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档股票 5258的红宝 这个我在 10月20号节目有跟大家讲 当周我只有准备一档新的股票 就是红宝 所以我的顺序都是先准备投资名单 那当周只有一档 就是红宝 好 红宝 10月18号 到我当时跟你讲的时候 我是告诉大家这个我有买 我有带会员买 那当时行情 蛮震荡的但是他还是蛮抗跌的 对不对 当时的盘势是一直在往下跌 那他已经先回月线了 其实还算蛮强 那我认为应该差不多了 但是股票后面 股市后面又在跌吗 是不是又跌了一段 所以这张股票 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今天是请会员把它卖掉 成本附近卖掉的因为 这段有跌下来吗 但是这一段来讲的话我们没有带会员去 乱杀股票 我没有去乱杀股票 因为我节目上已经跟你讲叫你要忍住吗 但是我们股票该处理的时候我会处理 该解码的时候我会解码 所以我最近我也没有带会员买股 我已经告诉大家上来稍微解码一下 那如果联准会 会议 的这个之后有稍微震荡一下 那再来找机会切入 因为台股落后很多吗 那这段行情 真的是像那个一些网友讲的偏弱吗 偏弱的话你就不要一直投资金进去 不要投入资金进去 但是呢我认为也不太需要 去去追砍 啊这个成交量 1500多亿 也暂时也不用太 太太积极的要买 但是我认为就是在联准会这个之后 如果 汇率的方面如我的预期 出现了这个重大的一个确认的话 那台币的部分会比较强 那到时候的量跟行情可能会比较好 所以最近这几天的上来我是建议大家稍微解码 我带会员是这么做 所以都让他看 这是没赚钱的 我们买在 58块8 我们就买一笔而已 好那这里有刷到快50块 这里有刷到快50块 我是没有去追砍的 上来 到成本 我建议会员 这个地方大概在9点15分 建议会员没有先做出清 盘中都有拉到60块 所以看你什么时间连卖 应该都是在成本附近或小赚出场 所以这股票我们有做解码这样的 让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一定是先准备 投资名单 然后看好的 我会有讲我为什么看好 然后真的有条件我去买 买了投资朋友 也会对也会有错的时候 那是因为行情真的不好 但是 到这里你可以看出来 行情如果稍微稳定你就要去看一下 你选的股票有没有机会像红宝这样子 可以赶快回来你的成本然后让你赚钱 我没有看外套我有可能要买他 但是 毕竟前面的行情这么弱 上来你一定要带会员解码 降党数的 这是我们带会员就是这样子 因为11月2号包威尔讲什么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在那之后 行情应该还是会震荡往上 涨到1月份 所以这个地方 上来投资朋友 还是按照我们一些数据动作 所以 我报的用户应该蛮清楚的 会员也蛮清楚的 那我今天要跟你预告投资名单 是预告什么 举例给你看 去年10月中我跟大家预告这个复仇者联盟 从此粉丝你应该会很有印象 去年10月份 就是一样的情境 股市跌到9月份 修正到9月份 进入一个季节性有利的 条件那当时股票都跌很多了 然后呢 要开始公告第3季财报了 第3季财报什么时候公告 11月14号 那这个时候呢股票跌那么多了 不管是主力大户也好还是法人进来要买股票 你认为他会买什么股票 他会去买很奇怪的股票吗 他一定是去买 条件不错的 加上技术面真的是不错的 所以当时我们这份名单 有给大家验证过了 你可以看一下当时的资源当时的 3491的森达克 所以我举例给你看资源当时在这里 去年的 11月15号我16号准备了 因为当时行情有一个指纹的讯号 所以我就准备这个复仇者联盟 好所以从这边 那这些股票你都可以去看一下过去 3491的森达克 逼鬼卫星的 3491 来去年的10月份在哪里 你可以特别看一下 去年的10月15号在这里 这里 这个地方选森达克 这里 还有当时我们有做电池吗4721的美琪码吗 10月16号吗你都可以去对一下 当时就是比较容易涨这种股票哦 当时美琪码在这里 对 还有什么远雄港吗 5607吗 5607 去年的10月份这里 10月15号给会员的这里 这是远雄港当时远雄港 好所以投资票你要知道就是 11月份到隔年1月有没有 就是我讲的复仇者联盟 比就会涨这股票因为这个时候是财报空窗期是做梦行情 那这个时候法人会先卡位什么股票 就是会卡位 我跟你讲的复仇者联盟的逻辑 好所以观众朋友我今天我已经发讯息告诉我会员 我们如果有些股票减码的 那到时候联准会的东西确定之后 那我们就是要买这个 复仇者联盟的概念 复仇者联盟的概念 所以除了这个筹码面跟这个 数字面我们都会去过滤跟挑选 所以最近 财报已经入序要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会去准备的投资名单 所以跟大家预告 就是复仇者联盟 然后举例给你看 好所以最后告诉投资朋友 我节目告诉你季节性的优势 不是只有我这样讲而已 国内的法人台新投顾 统一投顾的董事长都告诉你 11月以后到隔年1月都是台股年底座上跟元月效应有机会展开反弹 其实不是只有国内的国外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我再拿去年的节目给你看 去年的画面 2021年10月28号 你可以看到外资 再怎么卖 在10月过后到隔年1月都是进买超 这是法人 好你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这是2019年 这是2020年的股灾对不对 然后到2020年的年底也是一样 10月过后11月 到隔年1月 10月 11月到隔年1月就是这样子 我说第四季回补潮 好那你看到现在外资 是不是还没有回补 然后量才会是这样 因为连法人都 怕怕等 法人还在等这个联准会的包卫 他讲什么 所以投资朋友 这个礼拜不用急 包卫讲什么确定 然后有个震荡的话 再来买 股票先准备好 这几天上来 我这种量你也不用去追什么股票 你要操作就找筹码面不错的 就像我准备给 这个 会员的或者是APP用户讲的 红康一样 你要能够选到那种强势股 你才容易赚钱 真的拨断的机会就是我讲的 第四季为什么会从11月到隔年1月有利 这都是过去股市的惯性就是这样 我去年也讲过一样的东西 所以观众朋友这都是在 股市待久的人都会知道 没有人在11月会去放空的 讲实在话 因为11月开始就是 财报空窗期 这时候落落的你可能 没什么感觉对不对 那重点是法人在等什么 法人就是在等包威尔会议结束了 现在是要做功课的时候 如果一旦确定的 他们就会买我讲的这种 复仇者联盟的逻辑的股票 然后就开始出报告了 投信就开始出报告 告诉你什么股票 什么产业 明年怎么样 怎么样怎样公司派 我跟你讲我明年要成长怎样 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的做梦行情就是从11月份到隔年1月份 股市最好赚的时候就是11月到隔年1月份 所以投资朋友你要记得我今天跟你讲的东西 我去年都跟你讲过一样的话 那去年的复仇者联盟你都看到了 虽然我不是每档都做但是可以的我就准备给我的会员 所以邀请你 这个地方要有信心 还有什么机会呢 历史经验来其中选举年 每股第四季表现都不错 这是我周六告诉你的 对不对 还有第四季GDP 美国会成长对不对 华尔街最准分析是告诉你每股跌到10月份而已 为什么 过去140年的统计 平均跌289天 就是在10月19号 熊市会结束 低点是不是出现在10月13号也很巧合也很接近的 时间空间都到了 缺的就是信心而已好不好 10月4号我们跟你讲 华尔街最准分析告诉你标普3600点以下 已经是稍微便宜的 所以我有跟大家讲我有客户去买这个 SPY吗 买在360吗 因为360度应该就是3600点 对不对 所以小资主没有太多资金 360块美金 换算台币大概多少钱 大概1万块吗 对不对 1万块吗 你10万块你买个10股 你买个10股好了 你买个10股 然后到最近的这个价380了吧 对不对 赚个10股多少20元10股多少200块美金吗 赚个六七千块吗 也不错啊 投资朋友指数的部分是这样 对不对 还有空间满足了循环形熊市 平均的跌幅到了吗 这我讲过的 那斯达克已经超过31%了吗 台股也31%了吗 这到12 12819最低不是到126多吗 是不是31% 是不是符合这个啊时间也到空间也到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有比南韩还要差吗 我懂眼泰你怎么说我去年如此年轻 我现在不年轻了是不是 我现在有这个 有这个 岁月的痕迹了吗 好啦你看一下 这台积电啊 这是南韩的三星 跌的今年还跌的比三星多了 那我已经分析过他们的差别了 两率 产人也赢 客户也赢库存的调整 对不对 台积电的库存又又比 三星好专利又赢三星 对吧 啊这个大盘加权跟韩国股市也是一样 韩国股市今年跌25%这是到10月中哦 我们已经跌超过 31%了都是没有 跌的比南韩重 我们现在 贸易是顺差呢 我们外在比韩国还低我们外汇存底也比韩国还高 结果我们跌的比人家多 就不太对吗 没有 太悲观了大家都把钱换美元 你可以看一下了这个东西 投资中国的规模韩国是 是比我们台湾投资要更多的他们是这种重伤害了 那这种状况你想他跌来比我们轻 对不对 SK 海力四三星这些 他都告诉他影响都比台积电还要惨 GDP你看我们第3季成长下修还是成长4.1% 你看南韩GDP第3季只有长成长0.3 结果我们跌的比人家多啊 啊人家弹的这一波还比我们强 对不对 这是在周六跟你比较的啊你看他10月的高点都过了台湾 台股10月高点在哪里 13900 今天才刚好站上万三还差900点 那你要不要再多看一下韩国现在在哪里了 这是美国股票市场 来 我讲的贸易顺差跟逆差你自己比较一下 韩国连续7个月贸易逆差 我不是乱讲了吧 我们台湾还是顺差 逆差跟顺差什么意思就是我们 出口赚的钱 扣掉进口我们是赚的叫做顺差 出口 小于进口 对不对收支啊 你赚的比花的多 那你就是逆差啊韩国就是赚的比花的多啊 你看韩国现在在哪里韩国在这里快到季线了呢 快到季线了呢 那你再看一下我们台股在哪里 所以从这边哦不敢买股票你也不要乱杀了好不好 你看一下人家韩国都在季线了啦季线在哪里 14000一啊 阿菜在这里还离月线都还没上去你看然后亮说他大家都怕怕的 那亮说的话他可能 还还涨还还涨也不错 然后股票可能涨更多 因为我们不是做指数吗对不对 投资票所以我觉得要有信心了好不好 金元代工 对不对 年复合成长率8.3% 这未来几年都是一定需要的东西一定会成长 然后整个半导体衰退 台积电还是能够成长的 明年也是一样 少数的亮点是他所以他会输三星吗 大家都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地缘政治我待会跟你讲所以 台积电现在股价真的是低估 真的是低估所以相对于大盘就是低估 就是低估所以现在投资朋友 是因为大家成交量关系不太想做所以股票 你没有看到一个强劲的反弹但是都是超跌的 光是从一个不合理到合理你知道这中间的空间 就足够让台股补涨 所以呢你只要有调一些资金 让自己不要那么压力那么大 真的真的符合那个条件 来了时候 他在勇敢的处 但是现在是告诉你就是不合理 好吧 地缘政治大家担心的东西我就说 这是有转机的 习大大讲什么 希望跟美国 稳 稳定的发展吗 对不对 然后我在周六是不是告诉你外交部长跟 这个美国的大使已经见面了对不对我是跟大家讲这是要敲定 G20峰会的一个 见面才会有前面的这个会前会对不对 好那G20什么时候呢就11月中 11月中 所以 地缘政治这种东西的缓和可能11月中就明显看到气氛缓了 外资才开始要回 外资也在等这个 联准会的内容 好那今天最新的 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国务卿 对不对跟这个 中国这外交部长 通电话 就是要为G20 习近平跟拜登会见面 啊见面之后你自己想想看中美这之间 有没有可能就稍微缓和下来 啊地缘政治的担忧又没了 然后外资又开始回头买 结果你会发现你这个地方都杀光光 然后大家也担心乌俄战争的事情 好同志朋友 普丁想要谈 他是想要和谈 现在是乌克兰不跟他谈 所以说都没有那就快要冬天了 电力设施也被打了差不多 现在其实法人都预估就是在 今年年底冬天的时候乌俄战争可能会有机会就 结束了 他是想谈的 那现在就是看乌克兰这边那乌克兰这边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压力 第一个美国如果不支持他 或是欧洲其他国家已经开始有声音了 所以观众朋友这种这种东西我就跟大家讲这都是有转机的 而且这个什么逆全球化也不是每个人都要这样做你看德国也是跟中国有在做交往吗 去拜访他们吗11月4号要拜访中国吗 然后呢 美国自己贸易 做这些有的没的 德国跟法国都觉得贸易不公平可能也要对美国实施贸易的 报复 所以投票 美国要做这些事情 很多的盟友已经是 越来越是不认同了 什么降低通膨法案这种东西 所以观众朋友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 美国他要这样做可是说实在 实际去做没有这么容易 还有我要告诉投资朋友 这个联储会可能紧缩 紧缩不下去 美国财政部第四季 上调这个借款的预测 他又快要到这个债务上限 他举债5500亿美金 发债券需要有买家吗 现在没有买家因为美联储 在QT吗没有没有在做QE的吗 那在谁要买 所以观众朋友我要告诉大家 美国国债可能在明年又要再调债务上限 欠了这么多钱 然后呢还要去调升利息 然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然后通膨又没有 通膨目前没有看到他 有有因为升息有出现什么多好的逆转没有看到 所以这次的通膨不是靠这种东西就可以解决 那这个状况就会让你知道 升息啊QT这种东西执行不太下去 已经有外资报告在写说明年可能一月份 好QT就会提前停止 好像是瑞银写的吧 所以我们的逻辑 就是告诉大家其实连准会做这些行为很奇怪 我是要告诉大家看起来是没办法再印下去了 所以同志朋友你要看领先的节目 10月20号我都跟你讲地缘正式的这个 可能美国要在台湾 生产武器 对不对军工股的8033雷虎当时第1天我就跟你讲 在这一天我就马上跟你讲 那为什么我可以马上跟你讲 因为我觉得这是可以做题材 然后到现在投资朋友都已经涨到这个地方了然后人家才在报纸 报纸跟你选股 所以报纸选股是我的粉丝啊 看我的节目 然后选强势股 啊你再看报纸去追高高 都差多少了对不对 所以投资朋友就要看最领先的 最领先的节目 然后呢要支持合格合法的分析室 现在有些网红已经被抓了 被金管会启动调查了 你看到 投资诈骗 上半年就有300多件那有100多件被移送 投资朋友不要以身世法 现在网路上很多那种什么录YouTuber在跟你讲什么行情的 下面没有像我们这种有什么 金管证号的啦 然后跟你结结什么股票啦 然后什么开什么斗内的啦 开什么群组的 投资朋友我跟大家报告这个罚则很重 他可以判5年以上 并科100万元 5000万元以下罚金 包括频道你斗内他 他跟他跟你讲什么上什么课 开什么群组要收钱 你斗内他他 他帮你截股票干嘛的那都是投顾的行为 我都没有 一定要支持合法的 网路上这个没有金管证号的 你听听就好了 你听他只要他这边有写到一个重点 只要投资是加赖都是诈骗 百分之百是诈骗 所以为什么我会去开发APP 好投资朋友我都告诉大家现在加赖的部分 很多都是诈骗 好所以下早APP好 所以想跟上我们复仇者联盟操作的欢迎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点标题点表 送出资料我们尽快协助你服务你 记得要去下早的APP 影片下方都有连结 想要询问路会的你也可以来店询问 2653829926538299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今天直播进到这里谢谢大家 那待会音乐结束我们再来抽奖然后看是 帮谁结股票 好不好谢谢各位 那我们周四直播见谢谢晚安 拜拜